大家好,我是格雷格尔万维尔登,我正在读高斯卫电视的演播室,我的YouTube频道叫做Mangin,我很喜欢那里,非常的棒。 我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和关注者,当人数开始增长,在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有很多的人要求我建立一个YouTube频道,所以我就这么做了,就这样开始了,人们也非常的喜欢。 大家好,我是格雷格尔,大的风格尔片钥区,我们本来会有一个帧面席,下一个帧面席,看到吗?她还是 大概是从半年前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是呀,我非常的想要开始,因为我非常的喜欢YouTube,我自己做过一些视频,在我空前的时候,而重点是,我在想为什么我不亲自出现在视频当中呢,这样不是更好吗? 基本上来说 都是关于我感兴趣的一些事情 因为通常来说的话 这也是所有的小伙伴们感兴趣的 有一些视频是关于制作鸡尾酒的 一些视频是关于超级英雄 像是漫画里的那些英雄 一些是关于游戏的 和甚至是Jelly Buff洗澡果冻 因为那是一些固体的东西 简直太棒了 我觉得我一定要试一下 所以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 我还有一些视频是关于房地产方面的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房产经纪人 所以 最棒的一部分就是 你可以拥有的是果冻状的 真的完全和果冻一样 所有的一切都被果冻覆盖 但是这种物质 当你把它丢掉之后 又再一次地变成了水 这真的是太惊艳了 但是让你自己置身其中 这还是蛮有挑战的 严格的来说 Jelly Buff是一个挑战 我不是很想做这个 不想把它当作是一种挑战一样 但是 拉面挑战 我觉得 那算是最困难的一个 因为你要吃 要做得很快 嘴巴里面很干 你没有办法咽下去 在这之后 你还要 喂另外一个人 你自己看起来 也不太好 所以 那个挑战 简直是太难了 但是做起来 却是非常地有趣的 但它是非常地有趣的 你自己玩可以吗 Mary 永远 你自己看 这边的东西 怎么可以 我可以做这个 事实上 我女朋友做得非常棒 有些内容 是我们为女性准备的内容 我真的很想再做些别的 因为否则的话 他们将会是类似的 做男性版本的节目 所以我决定 做一个大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 我选择了 Man Give这个名字 而这就是为什么 我开始做这个节目 我有Instagram账号很多年了 我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和关注者 当人数开始增长 在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 很多的人要求我 创建一个YouTube频道吧 所以我就这么做了 开始了 人们也很喜欢 你可以看到一些转变 因为他们不知道 可以期待的是什么 他们中有一些人不喜欢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 粉丝人数还在上升 有越来越多的新粉丝 都开始关注了 这简直太赞了 我喜欢 我很喜欢 我真的就只是记录 并且进行展示 我想要继续地保持下去 我想要做一些 和汽车有关的节目 是的 在我的脑海里 有很多想要去实践的想法 但是 我不是很确定 我要怎么做 我需要给自己 建立一个计划 但是 我就是很想要 继续地做下去 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我可以做这个 我可以做到没有 可能 我可以切一下 但是 我喜欢这个 不仅存在 给你详细的 大家都知道 我 我的男人 我刚才不需要 我愿意 是 我愿意 我愿意 你需要 有一定的 我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